感冒咳嗽 采取艾揪的治疗呢 也是作为咳嗽的一个辅助手段 是十分常用的 但是艾揪的原理呢 它也是通过艾 那么艾的这个温热 温热的这个习性 通过筋络疏血 疏散风寒 温补脏腑 所以呢 也是适合用于这个寒性的咳嗽 以及这个素体 这个阳气不足 正气亏损 引起的这个咳嗽 那么常常选用的部位的话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是选择这个 手太阴肺筋 足太阴脾筋 和足太阳膀胱筋的输血为主 那么可以这个采取这个穴位的 点穴的这个艾揪 比如说这个风池 大锥 这个风池啊 大锥啊 这个颗骨啊 这个曲池啊 肺疏 脾疏 啊 中腕 等等啊 那么一定要根据他的特殊的 就是他自身的体质 如果是这个感受风寒 以这个极性咳嗽 那么我们多选用这个足太阳膀胱筋 和这个手太阴肺筋 如果是内伤咳嗽 那么我们多选用这个足太阴脾筋 比如中腕啊